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要认真谈恋爱就认真谈恋爱 那多少个女孩的微信了 你白天不是忙工作没时间发信息吗 刚才还来一句什么 你把那些女生加起来聊天的次数 和你的相比一下 你的不比他们多多少了 拜托聊天频次和聊天内容是两回事好吗 你在对比一下你跟他聊天内容是什么呀 那边要陪人的去看车 然后又跟你说着做梦梦找你了 为什么会跟你说这样的话 因为他们知道你有女朋友 你也向大家表明你有女朋友 所以你可以不负责任的公开暧昧 这些女孩你以为他们想跟你怎么样吗 他们也不想负责任 他们也想说 是啊你就是因为知道这样 所以你离不开他呀 因为那些女孩你都明白怎么回事 你能跟一个喜欢你的女生出去吃饭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那个女生说你的坏话姑娘 是在于她跟这个女生能出去吃饭 她明知道这个女孩喜欢她 她还能去付这个约 就是在给人家机会 接下来说不说你坏话那些事都靠边站了 所以你永远搞错重点 抱怨了这么多 喋喋不休 有什么用 你不是还在忍吗 那样的聊天记录 你不一样是拿起人家手机 看完看完就没事了 还在发还在聊啊 还能再继续约出来吃饭呢 因为之后没有过了 所以我以为她会有改变的 所以我才 改了吗 所以我跟你说那句话说的一定要记得住 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多 不爱你的人生怕你要的太多 就是烦了腻了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借口跟你分开 因为下家没找好呢 还有说叫宝贝这件事 你叫公司其他男同事宝贝吗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叫吗 大家都这么叫 他也在你们公司里面一起工作呀 那他为什么不叫男生宝贝呢 所以你就只会生气 你就生什么气呀 还有什么可继续下去的理由吗 如果你要觉得这些东西你接受不了 你就不要再抱怨 好吧 谢谢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让孩子兵必因为 隐 Additionally 缴个 natuur 跟我